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针对我们的这个Bit的部分 那Bit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就讲 他其实有两个版本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版本 那因为有些人可能 你手上拿到的是这个版本 不过没关系还是可以用 那大小基本上都一样 可是他比较特殊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这里 他其实是有一个 九轴的感测器 这个呢 在第二版他把它拿掉了 在第二版他把它拿掉的 虽然我觉得是很好用的东西 不过我想他们应该是放不下的 所以就把它拿掉的有点可惜了 但是 所以这一块啊 积木还在 但是如果你是新版的 就没办法用 因为它里面其实就有加速器 然后陀螺椅 还有指南针这样的功能 好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咯 你看他的脚位大致上是像这样 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好 这个是像这样子 那其实这些资料啊 你在网站上你都可以找到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配置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V2的版本 V2的版本就是他现在流存的 老实讲你现在应该买不到旧版本的 好 因为他之前有缺货 然后现在应该都是供应新版本的 那V2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充电的 哦 现在就变成Type-C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Michael Python 他现在资源了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写度的动作 不过呢 刚刚我讲过啊 他把九轴的部分把它移除了 然后再来就是他也 顺势推出了就是影像训练平台 好那当然不代表他上面有网络摄影机啦 好他就是利用你 手机啦或者是那个电脑上的网络摄影机 好他用 然后他的这个平台呢 以前是不需要登录 哎就可以用了 现在都是一定要注射账号才可以用 因为他们透过这样子才能够去统计 就是有哪些人去使用 那个流量多少 那另外什么简报功能啊 影像分类 这些都是后来增加的功能 就在积木的部分 好那刚刚有比较过 他那个LED灯看起来会比较小 比较小颗一点 那么一样的 他也有所谓的扩充板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般 他的这一种是透过那个金手指 可是金手指的话缺点就是什么 缺点就是 你能够接的会相对比较有限啊 那所以说 有些人他就觉得我有这个需求想要接更多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透过再额外购买他这个购充板 但是那个价格应该跟我下面这个有点不一样的 以前是180 现在好像是200 250吧 这一块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他接了这个之后 你看 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般用杜邦线一样 就只有这个差别 不过说真的 因为他的电压只有三点 好像是三伏特 所以你能够接的其实还是有限 所以不太能够接就是太多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想要一块板子就要用很多的 那至少这也是一种选择这样子 好 那大概就是像这样 有没有 这个就是最多3.3而已 好 OK 那你这样了解的我们这两块板子之后 好 那么这个呢 你也是要做一个初始化的动作 虽然我们今天玩假的 但是啊各位 这个动作 已经比我们以前 如果你有上过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smart 相对来的容易多了 OK 因为 其实webbit 就等同是smart的一个下一个版本 那他整个在 在不管是硬体或者是软体的这种操作性上 其实都把很多以前在smart的那边 比较麻烦的地方啊都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如果你这个板子你要做初始化 其实不管你用安装的 还是透过网页 现在都可以做哦 以前是网页不能做一定要安装 会比较方便 现在都不用 好 好 所以这个部分官方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介绍 好 至于说那个连线名称那个就没关系 好 因为这个指的是你透过WiFi去做设定的 好 那我就不用介绍太多 那原则上呢 你如果是使用WiFi设定的时候 它跟我们smart一样 好 可以就是设定三组 WiFi的名称 也就是说你今天第一个找不到 他就找第二个 第二个找不到他就找第三个 他会像这样子 那么这样会比较方便 好 好 OK 那怎么设定这个我就不用跟各位分享了 反正我们就两三个有而已嘛 但我玩假的都不用做这些 因为像玩假的就是这个好处 软硬分开 只要有电脑有浏览器就解决了 那么至于他怎么连线这个就没差 忘记了 我就留给你看一下就好了 那你知道如果你以后真的 花钱买下去了 总是要知道该怎么做嘛 对不对 官网也都写得很清楚 OK 好 那么简单的Webbit的介绍 硬体的介绍我们到这边 那有关于Webbit的教学 官方网站上呢 他上面其实也蛮多的 其实Webduno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教学文件 跟其他的这些厂商 包括Agbuno的比起来相对丰富很多 而且画面也好看很多 所以这是他们比较有认真在做的 也是他的优点之一 OK 那我们Smart的部分 虽然今天他不是主角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呢 其实Smart主要也有三个平台 就好像你现在在看到这里 有体验版模拟器跟云端平台 那么早期的部分 他基本上就是模拟器都是独立出来的 没办法就是说做得很完整 因为那时候的技术的限制 那所以说其实 那你要用实体的 可能就是要到这边来 那你要用模拟器 就到这边 那能够用的 这个整合度就不像我们现在Bit 因为他Bit 他就没有分模拟器跟真的 反正就是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选我要模拟器 还是我要变成用真的 都可以 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Smart 跟现在用的Bit不一样的 那Smart那边我写比较多 就是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的一些应用 那你会发现呢 有不少部分 我也会把它改成 就是适合Bit用的 反正它长相 其实都雷同啊 因为你用过WebDuno的一个界面之后 其实你再用应该都很容易熟悉 那要就是做修正也相对容易 那如果呢你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 在我之前写的那个两本WebDuno的书上面呢 就有这个模拟器的文章 也都欢迎各位有兴趣 你再去参考看看 那第二本书里面呢 就还有另外一个叫封神法 里面这些通通都是模拟器的操作 这个你有空再去看一看 反正看不用钱 OK 那么 把WebDuno稍微比较 还有硬体的这些 跟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待会就要来看它的编辑的界面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